嗨 大家好 我是Vicor 我們開始吧 我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個新的產品 就是這個 Real Energy S5 Plus 的新產品 這個是他們最新出的整流器 我們自己想要了解一下 基本上我們就是自套腰包 購買過來 然後分享一下它的差異性 所謂的差異性就是 跟我們原來的整流器之間有什麼樣的不同 所以就發揮一下研究精神 同時也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它的效果 另外我們也會教大家 怎麼去量測你的發電機跟你的整流器 所以我們會用這個東西 下去告訴大家你怎麼去量測 那這個東西我們叫什麼 這個叫電流勾錶 它比一般商用電錶 在量測電流的時候是非常方便的 你只要這樣子這個勾住 電線這樣子穿過去勾住 你就可以量測出你的充電電流 跟你發電機的電流狀況 所以我們會教大家使用這個 如果你是喜歡DIY的車友們 尤其你特別喜歡電系的話 對 我覺得這個東西你是可以購買一個 那不用多說 就跟上我們腳步 我們現在就開始教大家 怎麼先量測你的發電機 然後再教大家怎麼去量測你的整流器 我們開始吧 我們一般在量測發電機的時候 有兩種方法 一種是屬於靜態的方式 另外一種是屬於動態方式 靜態方式其實顧名思義就是 我車子都不發動 我去量測發電線圈的電阻 另外一種動態量測 其實就是我車子發動後 我去量測發電機 每一項出來的狀況 所以我們會去看電壓 也可以看電流 所以我們現在 先用靜態的方式量測給大家看 哇 我們現在先量那個發電機的內阻 所以在這邊 我們要先把電錶 切到那個歐姆檔 來繩之手幫我固定一下 然後我們現在量測給大家看 首先你要先找到發電機 線圈的線頭在哪裡 在這個地方 一般來講都是在車子的右邊 所以你要把桌電請出來 你就可以找到這個線頭 然後你一定要去量這個線頭 你不能去量那個主線路的 那個是不準的 所以你要量這個線頭 我們拆下來後 切到歐姆檔 來我們現在量給大家看 要怎麼量 一個黑色燙棒對不對 量測那個什麼 內阻是沒有分正負極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是這樣子戳 然後一隻腳先量到這裡 來看我們的那個內阻是多少 0.6嘛對不對 一般我們發電機線圈的範圍 以這個車來講是1.2到1.8歐姆 換句話說其實你低於1.2是怎樣 更好的 代表是怎樣 它的內阻消耗沒有很大 對損失沒有很大 所以來這一項 好一樣是0.6 然後來我們換另外一邊 好兩邊都要量這樣子 來這裡 好0.6嘛對不對 好最後一個 這裡 0.6 所以都是OK的 所以代表說我們的發電線圈是沒問題的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會把這線頭接回去 我們就會用動態量測量給大家看 以上就是教大家怎麼去量測發電線圈 是採用靜態的方式 等一下我們會用動態的方式 教大家怎麼量測 這個很重要 當你在更換整流器的時候 你一定要先做這個量測 如果你發電線圈其實是有問題的 你在更換整流器其實也是有狀況的 那另外為什麼我們要量這三個接頭 為什麼要量三次 是因為我們G5這台車是三向發電 那三向發電一般來講 以電學來講 它有Y型 Y型發電跟三角型發電 機車都是三角型發電的線圈架構 所以我們就是要量三次 所以大致上是這樣子 好那我們現在就去用動態的方式量給大家看 哇 接下來我們教大家怎麼用動態量測的方式 來量測你的發電機狀況 動態量測顧名思義其實就是發車 所以你可以去想像 發電機到整流器之前 這一段其實是交流 整流器過後就是直流 所以你可以去想像一下 整流器就是把交流變成直流的一個零件 因為我們一些ECU還有電品那些 全部都是吃直流電的 所以整流器算是一個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那我們在量測發電的狀況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兩種數據下去看 第一種是電壓 第二種是電流 所以我們現在先量 怎麼去量你的交流電 就是你發電機的交流電 這樣子 我們先教大家怎麼量 哇 我們現在來教大家怎麼量 一樣我們先找到這三條黃色線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是從發電機過來的 這一頭就是回去整流器 進去整流器準備做轉換變成直流 所以我們要量這一個 那量法很簡單 跟剛剛我們在量內組的方式是一樣的 你就是一端插一個 另外一端插這一項 量測出來 有沒有看到這個電壓是21左右 好 這是其中一項 因為它是三項嘛 所以我們要量三次 這邊再提醒 三個數值出來 不能誤差太大 OK 剛剛是教大家怎麼去量測電壓 那現在我們來教大家 如果你有這樣子的電流溝表 你除了量電壓以外 你也可以去判斷它的 每一項出來的電流狀況是怎樣 同樣的誤差都不能很大 在量測電流的時候 也要切換到交流的模式 我們切到20A 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們這邊處於是AC的狀態 代表現在這樣子的檔位 是量測交流的電流 WOW 我們現在已經發車了 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們這樣勾 出來的電流值是多少 3.7 3.8 這樣在那邊跳動 好 大概是這個範圍 來 那我們再來勾另外一條線 好的 以上就是教大家怎麼去量測發電機的狀況 WOW 好 我們現在教大家怎麼量測整流器的狀況 我們這個電表要切到電壓檔位 我們剛剛有提到這邊是AC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邊要把它切換成DC 因為是整流器厚嘛 交流變直流嘛 所以我們切 這邊這邊是DC了 我們在量測整流器的時候 我們要先找到這個線頭 大家可以看到有三條線 一個是黑色線 一個是紅色線 一個是綠色線 光陽的車子 跟山陽的車子 綠色線都是接地線 所以你的燈磅 黑色燈磅是負極 我們就插接地 黑色線一般來講都是屬於檢測線 它會去檢測電皮現在的狀況 然後呢做深壓降壓 不過有些整流器它已經會把這個黑色線整壓 廢除掉 為什麼 原因是因為它做進去整流器裡面的 線路就做進去裡面的 所以有些改裝的整流器不會有這條線 紅色的話我們要插哪裡 插這個地方 紅色線 量測起來 有沒有看到像是13.95 那我們現在來發車 陳昕你幫我發車 來 我們的回充電壓現在是落在14.37 這是正常的 來來看我們的電壓表多少 陳昕你抱起來 13.9 13.9 原因是因為我們電壓表是接在鎖頭那邊 這個是真真實實回充電壓 電壓表那邊是鎖頭 代表它已經經過很多不同的電壓那個線路端點 所以大家有沒有看到我這顆折流器 現在的狀況回充電壓是14.32 OK 那現在陳昕你幫我開大燈 現在已經有開大燈了 有沒有辦法照到我們已經開大燈了 我們現在已經有開大燈了 所以它的回充的狀況現在是多少 14.31 所以我們的大燈LED有沒有吃電很大 也都沒有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整流器的量測方式 我們現在也教大家怎麼用這個電流勾表 去量測你的回充電流 我們一樣先把這個勾表轉到 我們切到20A的檔位 然後大家有沒有看到像是AC 所以我們這邊要把它切換成DC 有沒有看到 那我們現在就去勾這條線 這裡有沒有看到是紅色線 紅色線出來到這條線是要回給電瓶的 所以我們就去勾這條線的電流 這樣子勾 這樣子你就可以去量測你的回充電流狀況 來請陳馨幫我發車 有沒有看到發車後 瞬間電流現在是 剛剛有4A 然後現在是3點多 為什麼 因為發車的時候 電瓶是最吃電的 一吃電下去它馬上先4A充 來我們開那個大燈 有負載的時候 現在電流是多少 回充電流多少 5點多A 所以就有2A 對不對 我們這顆LED大燈 我們那時候有分享過 它是25W 12V 所以它消耗真的是2A 這樣子有很準對不對 來吹一下油門 輕輕吹就好了 電流有上去代表是怎樣 它有回充 以上就是教大家怎麼去量測發電機的狀況 以及整流器的狀況 那現在我們要把這顆更換上去 我們現在已經把這顆新的整流器換上去了 同樣的我們也是量測它的回充狀況 我們現在一樣是先量回充的電壓 我們一樣轉直流檔 你看像是13.97 好那陳馨你發車 現在回充像是電壓是14.5 這個是沒有開大燈的狀況下 那我們現在開大燈 還是依然維持 所以代表這個回充電壓的狀況是非常好的 所以這個就是回充電壓 更換後的狀況 我們現在來量測回充的電流 那我們一樣去勾這條線 曾經發車 有沒有看到回充的電流 比剛剛高 剛剛是3點多 現在是4點多 這個是沒有開大燈的狀況 你看喔 來開大燈 5點多 5點9多 春油門 等一下喔 它還是橫流 差不多固定這個範圍 所以代表它也不會高也不會低 它就是固定一直在衝 一直在衝一直在跑 好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狀況 來我們先熄火 來講給大家聽 大家有沒有看到 它這裡是叫做雙通道整流器 代表什麼意思 它內建有開回路跟避回路的特性 它裡面會有一個MCU去做判斷說 我現在這台車要處於開回路 還是處於避回路 會根據你車上的負載自己去做切換 可是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其實跟剛剛數據比較起來 我原本的那一顆還可不可以繼續使用 其實還是可以的 可是我為什麼要把它換掉 一方面是想要研究 二方面是 這顆已經使用多久 七八年 七八年都還沒有畫 以上就是教大家怎麼去使用這個電流溝錶 來量測我們的整流器狀況 以及發電機狀況 除此之外 我們也和大家分享這顆Ruel Energy 它所出來的整流狀況 跟它的回沖狀況效果是怎樣 這邊有稍微用很簡易的方式去做個比較 當然我要講 不是說我原車的整流器現在有問題 我必須要換 沒有 我們純粹就只是想要了解 發揮一下研究精神 然後同步的也分享給大家 所以喜歡我們的頻道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小鈴鐺也要記得打開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這邊也沒有黑色線 原因是因為我剛剛有提到 它已經把黑色那條線做進去 這個機器裡面了 它的電路裡面